將一袋袋由農民栽種的芝麻倒入精料口 輸送至鍋爐不斷翻炒 伴隨著機器鋼腔運轉的聲響 正正麻油箱撲鼻而來 這裡是位於彰化的油車間 幸福石油行 為大都西流域的農友們服務 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 相較於油品工廠 油車間採用物理的方式製油 翻炒過的花生、芝麻 透過具有多年經驗的老闆 把關熟度後送入機器碎成粉狀 蛋白質在吹蒸的過程中 會進行油水分離 接著師傅修煉的填入秤子的鐵環模具中製成餅 將鐵餅疊起送進壓炸機 藉由壓力炸出油脂 最後由農民親手將油倒入鐵桶 不敢吃得安心 農民和油品之間也能有情感連結 對於農民對於生產者來說 他也不用擔心 我今天生產出來的東西沒有人買 因為很明顯這是現在目前農業的困境 找不到消費者 然而油車間在半世紀以來 飽受進口、大廠和法律三方面的假殺 而逐漸消失 從小在油車間長大的孫義萱 有感於養育自己的產業有難 因此發起油車間復興運動 與大廠抗衡 政府用一套飾品工廠的標準來去要求這種小型油車間 做得在於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我是希望讓油車間讓消費者有得到 簡單來說說是付權 empowerment 消費者他是有力量來去改變一些事情 而不是說我們只能用鈔票來去買一個產品 我們可以用我們投入的信義來改變成產業的文化 炸完油的油破 可以當成肥料 一絲一毫都不浪費 透過孫義萱的努力 許多人漸漸注重飲食教育 記取食安風暴的教訓 從頭開始認識花生油的製程 讓長期被化學油品馴化的味蕾 與油車間一樣 浴火重生 raj忌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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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